其實我們這次是迷這邊的角色 真是不得了 我是張克 小時候是在上面出生的 然後搬到香港 所以廣東話就是這樣 她是我的妹妹 張飛飛 我叫張飛,不是張飛飛 飛飛是我們私底下叫你的飛飛 你不記得我的劇名就不記得 那我叫什麼名字? 張克 剛剛我跟你說你才記起的 我叫你妹妹 我們是否同父異母 是嗎? 不是,我們是同母異父 為何我這麼胖 所以肥了 是啊 說笑的 我是純正在香港出生的 不過我哥哥真是比較沒用的 經常不是失業 就被人解僱 是否也要我養成家 然後到我十幾歲時 她見過泰國孤苦伶丁 終於來香港下來陪我 還死 每次都搞大頭髮 這樣 其實她是我妹妹 因為我的性格太正義 所以很多事情 搞到我卻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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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卻 我真的有 尤其是她到現場的時候 沒有大劇本的時候 阿哥 阿哥 你有什麼劇本嗎? 有 當然有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淘金方法戲 我拍這麼多劇 最特別的一套 為什麼? 我們完全不看劇本 我記得有一場戲 我們五頁子 最後我們為了半個小時 收工 我們將五頁子改正兩頁 然後導演都會說 糟了 一集劇本有三十多場 你們再這樣做 夠不夠播 會不會一集播出來 只有半個小時 其實要說一下 因為我們不是不看劇本 因為那個時候 我們覺得 你強行去記這個代白 是會死的 所以我們通常一導演場 阿妹 和我們兩個其實是OK的 即是默契 都OK的 你說剪掉這件事 沒那麼誇張 五頁子 只剪掉四頁子 這傢伙的時候 老實說 是重複的 我們把最精警的 再精警 我們是說重點 好像謎一樣 整套劇 還有一個字可以說完 謎